洪湖省校百年校庆预演日前登场 但仔细看 陆军官校国防大学女学生 首次编程九成十的正步连方队 虽然不是女性官校生首次实施正步教育 但仍是女性官校生首次编程正步连 提姓是正步动作要求左脚围曲前踢 小腿向前猛踢 膝盖伸直 脚掌离地约30公分 脚尖微向下压 全脚掌着地 体重移于左脚上 同时右脚离地 两脚相互前进 情境速度约 每分钟102步 确实不容易 加上国防部长顾立雄 日前只是取消国军踢正步与次相助的训练 等于女军校生首次编程正步连 也将是最后一次 女炮班 看光35号演习陆军女炮兵班秀战力 而近年来国军的女性战比增加 2021年有15.6% 今年增加到16.9% 三军尤其空军更达到每5人 有一人就是女性 另外女性在军中阶级逐渐升高 上校以上高阶军官 2024年的女性战比有5.7% 推算约160人 这三年女性军官汉士官增加 女兵倒是减少了1.5% 以色列也是 所以都是肯定女性在武装部队中 也是可以发挥有效的 一个能力资源的力量 在未来的话 我想就是随着科技不断的导入军队 所以我想女性的这种专长 细腻耐性 还有就是总体的能力 都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 目前超充女兵 男兵的政策区环 主义平现代化军队 无论男女保家卫国的心 一样坚定 第一个星期会 中号楼听听台湾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